正在举行的2018年中国维席甲级联赛中将西斯特酒队汇聚了中国最年轻的顶尖维席手 姑子豪、许佳阳、杨洁文等主将 姑子豪1998年3月出生于湖北仙桃 2010年入段2017年12月昔日夺得第22届三星杯维席大师赛冠军 以19岁的年龄成为目前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和最年轻的九段选手 截至9月底 姑子豪的国内等级分牌 在第七位最新得位景本级分以3554分 还在世界第八位感谢一课老中医阳东 底下简称东哥的牵线搭桥 我们得以对姑子豪九段进行了专访 底下是采访时路 小元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能和东哥还有秋刀鱼一起带 表页客采访到姑子豪 我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吧 小元子豪的偶像骑手是谁呀 或者说同龄骑手里面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人呢 姑子豪小时后很喜欢鼓励和理事时 后来因为自己也成为职业骑手 所以就没有偶像了小元 作为今年为假最年轻队伍的主将 你对队伍本赛季有什么希望 姑子豪我们队的赛前目标是进入前六名 现在我希望能完成这个目标 加西斯特九队东哥 个人目标是什么呢 姑子豪个人目标败前变 但是胜利60以上从目前看有点难度 希望后面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东哥最近的世界大赛穿蓝杯 设计了八想把姑子豪 春兰对朴永迅从最近几盘棋来看 对自己很难有信心 希望到时能调整好状态东哥 这位申真虚嘛 我是特别期待你跟申真虚的百灵姑子豪 最近几盘吓得非常垮 所以按这个状态肯定不行 我想对谁不重要得先把自己调整好 姑子豪在卢山修刀鱼 小姑老师心目中的苦手是谁赶着你 不太怕科学普徒还他们姑子豪 我印象中对廖行文下了好几盘 没赢过秋刀鱼 说实话这个苦手有点意外估计 大部分奇迷也都不知道姑子豪 对普廷环战绩也不好 只赢了一盘东哥 感觉对其他人胜率都还不错 姑子豪 而普廷环确实很强 其也非常全面东哥 感觉那几盘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姑子豪 除了开始两盘被逆转 外其他输的三盘都没什么机会东哥 而有一盘被逆转的印象很深刻 东哥 现在训练都是AI主导了自己在棋盘上摆的时间平均 你每天有多少能姑子豪 感觉真的很少在棋盘上摆棋了在家有时间的话 会用AI拌两小时其他时间下下棋东哥 确实 啊感觉现在真的很少有人在棋盘上摆棋了东哥 说说其风吧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姑子豪 我觉得自己下棋还是太容易悲观 希望能在判断上有所提高东哥 我感觉计算力绝对是强项姑子豪 我自己真的没觉得大家计算力都不差校园 想知道子豪你书棋的话会怎样排解痛苦呢 姑子豪 书棋真的很痛苦听音乐 看电影算是一种方式 但真正能排解痛苦的只有时间秋刀鱼 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还是刻苦型起手呢 姑子豪 我觉得隔站一半秋刀鱼 那就是天赋加刻苦姑子豪 是没多少天赋又不是很刻苦 无脸 小人 除了下棋 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姑子豪 篮球和音乐还有感受大自然 小人 哇我记得你小时候 是不是还学过书法和拉丁物 姑子豪 不过学习之后都放弃了小人 感受大自然的话 那很喜欢旅游吧 比赛的话就顺道 可以去到很多地方能离去过的城市 或者景点最喜欢哪里呢 秋刀鱼 哈哈怪不得我看 以微博上很多景点的风景照 姑子豪 我去过的城市最喜欢的环 是三亚 但接下来 我希望能先把旗下好 姑子豪 在三亚体验平台海调 体验陆地冲浪东哥 小姑你肯定没印象了 我有一次 我去下道场 悲悲你下了那时候 我刚拿完也不大循环 冠军信心十足 那比赛开始 连胜顺风顺水 对你那盘关子辈 你挂得找不着北 然后输半目 这给我难受的 后来就没怎么迎起姑子豪 这个还真没印象了 不过 我记得有年生段赛下过一盘 应该是我输了吧 东哥 嗯 有点印象不过 对我来讲那盘棋印象太深刻了 姑子豪 可能大家对书席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东哥 嗯 这个是一定的大家都一样 东哥 你觉得跟现在顶级的AI差距 有多少大概什么气氛呢 姑子豪 我觉得二子肯定下不过 虽然我没事过三子 或许有机会吧 东哥 嗯 我是觉得三子多下几盘 绝对有信心 二子确实太累了 秋刀鱼 对今年自己的世界大赛成绩是否满意呢 姑子豪 目前不太满意 希望后面能尽量让自己满意东哥 再拿世界冠军东哥 小姑你最深刻的一盘棋是哪一盘 或者是一招起一个片段也行 秋刀鱼 我对这盘印象深刻 笑 东哥 盖小普的这盘笑 姑子豪 我觉得太多了 如果现在问我就是今天这盘痛失好局 总会让人印象深刻 东哥 欣赏这个回答 赞 姑子豪 可能人就是这样 如果不被提醒是真的不会想到这些 短淡而快乐的回忆 但痛苦 却总会在不经意间 其来东哥 世道其手很多的也都是这样说 其痛苦是迎席快乐的宰辈姑子豪 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轻刀鱼 好友哲理来个轻松于乐的话题 哈 你如何看待最近吵得火热的空姐追连笑的事情 姑子豪 只能说笑笑很有魅力 笑 小圆 哈哈哈哈 那你有心仪的女孩子吗 或者对未来另一半更看重哪一点的姑子豪 我觉得有首歌的名字很好 As long as you Let me 小编著 只要你爱我 小圆 这个回答好含蓄呀 秋刀鱼 很高兴小姑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东哥 小姑 辛苦在和姑子豪九段的交谈采访 中小编感觉到 他是一位谦虚低调 冷静沉着的优秀骑手 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思想深度世界冠军 这个头衔也并未点燃姑子豪的野心 对他而言下一步的目标不是冲击更高的名词 而是笑好每一盘棋继续尽进奇迹和魔 练心理素质 这也是一名职业骑手的终身修炼 装心祝愿姑子豪 能够在棋艺上再攀高 风采出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